車停在便當店門口 這時突然出現三名二煞 他們身穿西裝 手持磚塊 開始對轎車一陣猛砸 有的沒砸準 彈回路面的 他們撐起來再補丟一次 臨走前 帶頭男子 還對後頭車床補上最後一擊 這才心滿意足地離開 由於砸車事件發生在正中午 巨大聲響 驚動附近店家 連忙報警 二煞一陣突襲 轎車體無完膚 用來砸車的磚頭 還留在車內 再往前走 前檔風玻璃成蜘蛛網狀碎裂 這惡煞砸車得很近 不禁讓人懷疑到底有什麼 深仇大恨 事發在星期三中午 台北市臨森北路巷弄內 警方巡線逮捕一名蔡姓嫌犯 他向警方貢稱 和車主有感情糾紛 懷疑對方搶了他的女朋友 才找朋友砸車泄憤 但畢竟砸車地點 就在酒店鄰里的條通地區 帶頭祝賢背景也不大單純 現在警方除了要追其他共犯 更是要釐清背後主因 一旦涉及幫派酒店利益 就怕這砸車事件 只是開頭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